如果我不是展示文字,譬如我展示圖片 黑板頭影會不會很大影響顏色呢? 說沒有影響是假的,一定會有影響 譬如是Screen,出了花的顏色,非常鮮,非常漂亮 黑板到看,當然顏色是啞了少少 但其實都不是太差的 我們再近一點看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只不過色是偏差的 因為黑板始終是一個綠色的背景 如果我再用這個兩個顯示圖 其實嚴格來說,對學生來說不是太大分別 除非你是教VA4,很準確認到顏色 這個黑板頭影就必須適合它 這個就是適合舞蹈教學 對於這個是適合舞蹈教學 好,我們看完播片,譬如是播YouTube片 看看電腦螢幕的情況 在黑板上其實不是太大分別 就是那些偏色的問題 我們試試全螢幕播放 現在播片就麻煩了 如果要Dual Screen,即是兩個MIRROR這樣出就會好些 即是有兩邊看,因為如果我選擇這個的 就是MERGE在一起 就只有上半截的聲音 就見不到影片的下半截的 我選擇一些豐富的畫面來看 你看到深色的地方是差一點的 其實深色的地方是差一點的 深色的地方在板上的鬚就會差一點 如果是淺色的,這樣看起來OK的 淺色的感覺真的像看電腦 這樣呢,新加坡,聖途山 可以這樣播放 我們現在試試將課室的燈再關一排 我們可以見到外面的畫面 是再深色的 即是課室的燈光 都是要再配合,其實關多一點 可能還要關少一點 多久啊